这样吧,刚刚的这个做完的结果,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个,Ctrl键按住拖拉,就可以复制工作表,会比较快了,不然你按右键,它里面好像有什么复制移动,然后你还要怎么建立副本,然后还要再告诉他说要放哪里,哇好麻烦,你按Ctrl键一拉就有了,OK好,那里面我们大概就是这样了,设定,有没有,加上那个你要的格式,跟还原你要的那个, 那这个部分我想,有部分是前面讲过的,包含就是说那个字怎么加上去,有没有,缝着物件,点Color,等于后面用RGB,OK,你看有印象,这个好像在哪边可以找到,其实我建议各位习惯,有时候还可以在网络上找,就是我们云端白板,前面在哪边讲过,逻辑函数嘛,打开来有没有,逻辑函数的那个云端白板里面,在我后来好像有多年, 多重,多重里面有讲过有没有,多重颜色嘛,有没有,多重颜色里面有讲到缝卡,所以有的时候,如果你忘记了,反正你前面讲过,你就拿来参考一下嘛,反正不外物就是,把它当成范本,那怎么清除,这边也有,像Intel Color就是XL,那没有,没有颜色,但是字的颜色就一样把它改成什么,没有, 就是,就是,就是,000的话就黑色,2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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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白色,那这是Border,不过我们主要是这一个跟这一个,这两个的应用就可以了,那其他的话,不外物就跑回圈,那回圈的话呢,我们来看一下,基本上, FOR I,就我刚刚讲的,我们来直接来看,因为前面有些地方都有讲过,那首先,我想,这个前,第一个答案就插入一个,我们的Sub程序,格式化日期好了,那未来,如果说你会是一个范围的话,这个范围呢, 我们绝对会有列的讯息,所以通常我会用I来表示列,哪一列到哪一列,那但是这个32,未来可能不一定是固定的,可能会有多或者少的话,那我们通常会用追踪的嘛,那怎么追踪,通常会从A1好了,向下追踪,所以如果32,前面好像讲过了,你可以用什么,Range,从A1向下追踪,那你就打一个A1,就是A1, 然后呢,前刮弧,上下左右,向下,后刮弧,点什么呢,让我知道一下,最下面一列在哪一列,这样就可以了,所以打,这个其实很多都会自动提示啦,包含什么,包含你打那个前刮弧,这个向下,前刮弧,它会自动跳出来,那我是建议你要慢慢熟悉,因为这都可以很快打出来的,而且你如果会跳出, 这些东西表示你没打错,程式也绝对不会有问题,但是有些地方,当然如果一样的话,你比如说像这个侦测的话,你也可以怎么样,拿这个来改,比如说我希望知道什么,像,这个是向下,最下面一列在哪一列,可是呢,下面追,追指的是蓝,那我总共有几蓝,假设,不一年十二个月一定固定的,那假设啦,未来如果你遇到什么,我要去追踪最右边一蓝,是哪一蓝的话,那 那特别注意哦,方向就不能向下了,所以你前刮弧你要改成什么,向右嘛,OK,然后呢,抓取的讯息的话,刚刚是列嘛,那我们要什么呢,蓝,有没有,COLUM,有没有,OK,所以特别注意哦,利用这样的方式,那我就知道这个范围里面的,最下面一列, 最左边一蓝,那不就通通知道了吗,OK,所以这个,就是即便它增加蓝,或增加列,都没有问题啦,不过一般会增加蓝的几率比较小,增加列,有没有,因为资料库啊,资料就是一笔一笔的瑞克嘛,一笔一笔,所以下面会增加,蓝通常是固定的,但是如果,假设吧,还是会遇到, 有不固定的状况,那你就把它改一下,好,那再来,如果没有资料,没资料,有没有,那没资料指的是,一笔,I.J.I.J.指的是,哪一列哪一蓝,那它会怎么样,帮你拼凑出来,也就是它会先从第二列,先抓一蓝,比如说抓这个,所以它跑的方向是,先抓这一个,那再换下一个J,J的话是,一样是这个,那NASJ,它会先把 这边,里面的部分先跑完,所以它会一个,一个,一个的帮你跑,跑完之后呢,就换NASJ,那二的话呢,会变三,换三对不对,那再追,一个一个一个,帮你全部跑完,直到全部跑完为止,那你要大概知道说,你抓的资料里面,可能有哪些的状况,比如说第一个,里面有没有资料,如果没有资料的话,那就跳过,如果这里面, 你会想说,不等于空的,那你,老师,你为什么逻辑不下等于空的,因为你要想说,我们需要的资料是什么,需要的资料不是空的资料,所以你就是要进,就是这个地方,我的逻辑,就会不等于空的,是我要抓的,那等于空的就直接,完全不用省略了,不用去管它了,所以这个逻辑判断非常重要,取决就是你对于资料,你要怎么去做后续的处理, 如果你逻辑清楚,其实说真的,做大量的资料,都不是什么太大问题,反正就让它跑嘛,反正你就按下去,它就一直跑,一直跑,甚至你要让它每天跑,几天几分跑,都不是什么太大问题,OK,那再来就是有资料,如果礼拜六的话,就是怎么样,用weekday, 这个weekday,其实是VBA里面的weekday,实际上当然你用,名称是一样的,可是前面你加个VBA点也可以啦,这个是在VBA里面的weekday,名称是跟eSale里面的weekday是一样的,好,那我们怎么样,去把资料丢给它,如果等于七的话,比较礼拜六, 那我给一个什么,给一个字的颜色,跟一个底色,那因为这个字的颜色,我用比较简单的,没有像刚刚用那么复杂,我用个绿色,那底色的话,我用一个什么,浅绿色,浅绿色我怎么知道呢,其实你可以这样点下去,浅绿色如果你不知道的话,你可以先点一下浅绿色,这个好了,OK, 然后人家点到自定,它就告诉你什么,其实浅绿色,它有个共通规则,绿色一定是255,其他一定是什么,就是大概比较多一点点,所以大概,因为我就打个200,200,那如果说你要比较,再更浅你会发现,再更浅就变白色了,255往下,所以你会发现,绿色的浅绿到深绿, 其实它的变化是这样,就是说呢,另外两个数字,如果多的话,那就是浅绿,如果呢,另外的越来越少,越来越少,它就变什么,变绿之后,然后你绿又再更少,它就变成深绿了,深绿了,所以透过这地方,你可以同理红绿蓝的规则都差不多,你自己再去调研是吧, 如果我觉得它这地方,有个缺点,就是说没有自动给你一个调色盘,所以我们大概用个简单的一个,去把这个颜色调出来,所以有一个质的颜色,加一个底色,那同样的,如果是礼拜天的话,所以其实这一段程式呢,是从上面这一段复制贴上改的啦,OK,比较快,那其他做完就OK了,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呢,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后面的结果了,OK,那当然你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啦,比如说你可能资料里面,有些分析资料,你希望它变各种不一样的颜色的话, 你就可以把这一段程式拿去修改一下,那你中间有很多衣服啦,看你要几个,哪一种数据,其实像有一些实验啊,或者是说一些你要分析的资料啊,可能高低,你又不用颜色,其实OK,好,那再来的话,清除还原的话,就是把上面这一段,复制贴到底下, 不过呢,中间的逻辑判断不需要,直接改成什么,当然第一个你还是要判断空的,然后另外的话呢,就是把字的颜色改成黑的,把inter color改成没有,应该嘛,这之前讲过是一样,不过还是要跑回一圈啦,所以做完之后这类是这样这样,清除,加上去,清除,不过我前面讲过就是说,像这个还原, 它是一个储存格,一个储存格慢慢还原,其实这样反而慢,你可以用range的方法,所谓的range,这个地方还可以怎么改,就是说呢,干脆我整个一次全部都改回原来的格式就好,所以呢,我们另外还可以把格式呢,用另外一种方法,还原格式,我用range的方式,那所谓的range方式,各位可以比较一下, range,这个sales只是一个储存格,一个储存格慢慢变,那它一个缺点就是说,它的效率一定是比较差的,OK,那如果你要整个,整个的话你可以告诉它说,我从A2到L32,里面的什么呢,质的颜色,帮我改成黑色,那我的底色呢,就帮我清空,如果你用这个方式来执行的话,它的效率呢, 理论上应该会比刚刚来的快一点,把这个,两个比对,不过因为哦,这个范围实在太小了,感觉不太出来,如果未来哦,你那个资料非常多的时候,你就可以感觉哇,怎么差这么多哦,这个一个用range,这个,有没有哦,那如果说我再做一次哦,这用range哦, 有没有,有没有发现,有没有,而且我们电脑还是算很快的,像之前电脑慢的时候,你可以感觉,它在慢慢慢慢跑,你可以看得到它在跑,可是如果你用range的话,根本没有, 为什么,因为它是整个批次的,全部就帮你清掉哦,所以range跟sale,两者之间的差异啦,那最后哦,因为剩下一点点时间哦,可能要把这个最后这个年历讲完,可能有点困难,那最后我是把整个,又衍生出来,就是说呢,我希望把刚刚所有的那一些规则, 全部变成一个按钮,一键完成,一个年历,那里面大概做什么,就是输入,请输入什么,年份,我就输入2017,那当然我的规则就是,自动加上什么,斜线1,斜线1,因为2017嘛,后面要补上1月1号,丢到哪里呢,丢到这个储存格,所以按个确定,那再把每个月的第一天,加上去,把每个月的资料加上去,然后再格式化,可是格式化刚刚写过了, 所以我就没有重写,我用call的方法,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,所以我最后这一些哦,年历这一段,在云端上你可以找得到,那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,大概哪些重点,第一个,我用input box,不过我是用另外一个,application.input box,application值得就ecell,其实就是里面最大的物件,很多事情都是他管的application,他有一个, input box,后面加个type,冒号等于1,意思就是说我传的,是只能够输入什么呢,输入数字哦,请输入年份有没有,如果说使用者不知道,他是2017之类的,类似像这样,那他就变成这样,按确定哦,如果说你这个input box没有房呆的话, 好,那就会发生错误,因为我是他的数字啊,结果你输入,那不过你会发现,application.input box他聪明的地方,就是说,他会先帮你房单,他会挑种不正确的数字,OK,所以我用application一定要2017,他才会帮我输出,OK,那这个地方的话呢,后面还有就是,每个月产生2月以后的第一天啊, 那在刚刚用以sell是用e-day,不过这里哦,我是用day-add,那day-add的意思就是说,一个一个把它,日期把它什么,产生出来,这边我设个中断点慢慢跑给各位,这个这个,因为时间的关销,输入2017,按确定,好,那每个月的第一天怎么跑,我用day-add,这个m指的是相差几个月,跟什么来比呢, 跟i来比,所以跟他比相差一个月,这个跟他比相差两个月,依实类推,所以这边的话,我产生之后,一个个把它丢过去,2月,3月,要不要,所以这边的动作都是做,每个月的第一天,我用day-add取代e-day的函数,再来呢,产生每个月,那我跑的方式,是一个月,一个月,一个月跑,所以你会发现,追在上面,i在下面, 刚刚是i在上面,这个不是绝对的,如果追在上面,他是一栏跑完,换下一栏,换下一栏,OK,因为我们是一个月跑完,那我做什么呢,先把那个日期抓出来,判断一下,他们的月份是否相同,如果相同的话呢,就输出,反之就跳离了,所以意思就是说,我一月份,一月份跟上面比,上面比, 如果都同一个月份,那就输出,不同月份就跳离,所以2月份会这样,3月份,不同了,他就跳离了,OK,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,最后的话就是,再加上格式化,所以这边我把它全部跑完,OK,那你跑到这边的话,他会,不同月份,他就跳离了,就不会再继续跑了,换下一个月份, 然后最后的话,call格式化日期,因为刚刚格式化日期,写过了,所以用个call,他就跳过来了,所以他会自动帮我跑,跑完之后的话呢,这个部分就完成了,那这个程式呢,提供给各位参考,这个我把它放在程式码里面,各位可以看,1,2,这是还原,然后年利在这里,OK,拿一个清除,好,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,试一下,因为 时间的关系,那我们今天呢,就先讲到这一个,日期与时间函数部分,那下一次上课的话呢,我想这个日期,时间函数部分,大概就先,先一个ending,那再来的话呢,就是数学,所以下个礼拜的话呢,各位可以先预习一下,那个数学函数相关的这个部分,